狼平一个问题逗了2米01元心运,又调侃严妮,女排全队哄堂大笑,在日本成功夺冠之后,当时中国队在主教练狼平的带领之下,在酒店进行了一个很小规模的庆功宴,实际上根本没吃什么饭菜,也就是吃了一块庆祝蛋糕,而狼平在平时早就给女排队员们下过禁令,是不允许吃甜食的,但夺冠之后,狼平终于是网开一面,让每个人吃一块, 而这一块可能是女排姑娘们这一两年之中,唯一的一次享受的机会,结果庆功宴刚一开始,大家刚刚落座,狼平就把女排的第一高度,身高2米01的袁星月给逗了了,狼平看到袁星月身边有空座说我就坐这儿吧,坐在小袁身边,我们来讨论一下蓝网的问题,直接把袁星月和其他队友们逗得哈哈大笑,袁星月立即幽默地反应说,我看看其他什么地方还有空座我过去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